去磋商談判 不過現在美國車廠福特汽車 先在歐盟遇到了一個難題 好 現在根據外媒的報導 福特汽車計畫之後 要在歐洲這邊裁員大約是4000個人 那其中包括有德國 英國 總共加起來3700個職位 那其實外界也分析說 這個主要的原因 還是因為大陸的電動車品牌 太過競爭了 尤其是比亞迪在歐洲的市占率 也是慢慢的在增加 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先前來參加G20峰會的時候 他就跟德國總理肖茲來會面 那針對這個中歐之間電動車關稅之戰呢 習近平他其實有當面的向肖茲表示 歐盟對於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加徵關稅 引發全球關注 他也認為應該要透過對話磋商 來解決相關的分歧 好 除了中歐之間的電動車關稅之戰之外 其實全球現在緊接著要接招的 就是川普2.0的關稅大戰了 好 先前川普在競選的時候 他就多次放話要加徵對中國大陸的關稅 那其他地區也可能是在他加徵的名單上 現在路透社就進一步分析說 經濟學家就預估了 川普如果在明年初他上任之後 可能就立刻在關稅的部分開閘的話 那如果說對中國大陸加徵關稅 課徵40%的關稅的話 那恐怕就會導致中國大陸在明年的經濟成長的部分 會最多是掉1% 那來看到的是川普的內閣成員 其實親以色大多都是對待中國大陸比較強硬的 這個強硬鷹派 好 這個人事案的命令 首先來看到是跟關稅的制定是蠻有關係的 就是商務部長的人事命令案 這個是川普他指派的 是華爾街投資公司的執行長盧特尼克 要出任商務部長 那他之後就會掌管到的是美國的關稅還有貿易政策 那就他過去的一些發言還有他的風格來說 可能現在外媒分析他也是會對中國大陸的出口管制 會更加的嚴格 那另外一位更不用說這是參議員盧比歐 預計他要出任的是國務卿一職 那盧比歐過去就是共和黨裡頭的對中鷹派大將 那麼在預計的未來的話 那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會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而現在外媒分析說 那他的這個強硬的對策 可能不僅限是在貿易或關稅的領域 可能還有其他比如說科技戰的部分 他也有可能是比較抗中的 不過可能是為了要平衡其實川普的某一些顧問 像是科技富豪馬斯克 他是在中國大陸有很多的生意的 不過這一回也是被延攬入閣 那現在紐約時報就分析說 那有可能就他這個閣員的安排以及風格來說 川普上台之後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可能是比內閣團隊有更大的彈性空間 也就是說呢可能這個對中派 還有跟中國大陸這個比較交好 或者是往來密切派 還是都有發揮一定的作用的 而現在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林健 在昨天就有媒體問到說有關於美國總統當選 川普他陸續提名是被外界認定是對中鷹派人物 要擔任內閣的官員還有中美貿易戰的相關問題 不過大陸外交部對此態度是相當一致強調 不評論他國的內部事務 CN的報導指出美國總當選川普任命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 他就是強烈擁護關稅者 開啟動動靈密碼